就在这时 龙清澈已经蒙好了眼睛 他猛地掀起左臂上的袖子 拿起剑朝自己的左臂上轻轻一划 很快一股心血立即流了下来 果然心血一滴到藤蔓身上 藤蔓便吓得赶紧躲开 迅速划了下去 你真的有用 这些藤蔓真的离开了 这时 云瑞月身上的藤蔓全部划了下去 那些藤蔓一松开 他的身子便直直地朝地上砸了下去 就在他以为自己会砸得稀巴烂时 龙清澈一个剑步冲过去 将他抱在了怀中 这一瞬间 两人都愣在了一起 云瑞月没想到 龙清澈会冲过来接住他 而龙清澈却深深地凝望了云瑞月一眼 像呆住了一半 谢谢你叫我 请放我下去 说着 云瑞月一把从龙清澈身上跳了下来 龙清澈赶紧收回目光 捂住了自己出血的手臂 朝山洞揍了过去 在这期间 他都没有看自己的手臂一眼 云瑞月觉得有些奇怪 便赶紧跟了上去 你的手受伤了 也许爆炸 一旦感染的话 会很严重的 你要替我爆炸 虽然我很讨厌你 但是一码事归一码事 你是因为救我而受伤的 我应该给你爆炸 好 谢谢 很快 云瑞月就把他的伤口缝合好了 接着 再用纱布稍稍做了些包扎 好挡住外面的细菌 做完这一切后 他才说的 好了 你的伤口已经缝合好了 等我给你换几天药 应该就会没事 谢谢 不用谢 我只是不想欠你罢了 你今天在土屋里杀人的时候 还有刚才划伤手臂时 为何要用黑丝带 蒙住眼睛 可能是一种习惯吧 习惯 那你受伤后 为何不敢看你手臂上的伤口 但是包扎好后 你就敢看了 这是为什么 抱歉 这是我的事 无可奉告 今天没有风 垂不散着瘴气 看来我们今天不能赶落 只能在山洞里过一夜了 赶落 你是说 你要翻过这座山 去雪月果 嗯 这座山里 有一条通往雪月果的密道 不过 离这里还有吉利路 现在山中 独障弥漫 难以前行 所以 得到明月再说 你还是想带我去雪月果 难道你就不能带我回去 让我回家 老千 我从未改变过我的想法 哦 你肚子饿了吧 现在这里休息一下 我去外面 找点吃的 你 林若月气得扭紧拳头 可龙千车已经走了出去 看着龙千车的背影 林若月十分郁闷 他想逃走 可外面到处是毒蛇 和那种奇怪的树藤 经历了刚才的惊险事件后 他再也不敢一个人往外走 生怕又被树藤给缠住了 很快 龙千车就在山里打了一只野鸡 又摘了几个野果回来 来 你先吃点野果 定点肚子 我去把这只野鸡清理干净 再给你烤鸡肉 我不饿 谢谢 龙千车愣了一下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亲自照顾女人 可云若月竟然不领情 他自认为自己地位不低 长得也不差 为何屡屡在这个女人面前受挫 如果换成其他女人 早就激动得心花怒放了 而云若月竟然不为所动 还对他这么冷淡 龙千车思索了一下后 继续好脾气地劝着 他还是第一次对一个女人 有如此的耐性 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如果不吃东西的话 会生病的 我不吃你的东西 请你拿开 我把野果放在这里 等一下你口渴了 自己吃 我先去清理这只野鸡 说着 龙千车提起地上的一只野鸡 便走了出去 对 只有吃饱喝足才有体力 有了体力 我才能逃走 这样 我才能见到玄成和孩子 所以哪怕为了家人 我也要吃 就在他开始养第二个野果时 龙千车抱着一堆干柴走了进来 云若月健壮 慌得把手中的野果都掉到了地上 野果滚啊滚 正好滚到了龙千车的脚边 龙千车低头一看 看到了这个被咬了一口的果子 那个丧了 你去这个吧 回去生活 说着 龙千车静止转身过去生活 很快 龙千车便将火烧好了 龙千车见状 立刻把清理好的野鸡拿过来 用木棍穿好后架到火上烤 不一会儿 野鸡身上传出了一阵阵好闻的香气 香气弥漫在山洞里 惹得云若月的肚子 又呱呱呱的叫了起来 你再忍一忍 这鸡肉啊 马上就烤好了 龙千车的声音猛的吓了云若月一跳 他没想到自己的心思 竟然全都被龙千车给看穿了 很快 鸡肉的香味越来越浓 颜色也越来越惊慌 等外面的鸡皮被烤得油滋滋 还卷起来的时候 龙千车终于将它取了下来 他分了一半用荷叶包住 立给云若月说道 饿了吧 来 吃吧 谢谢 龙千车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吃着鸡肉 云若月也尝了一口鸡肉 不得不说 龙千车烤的鸡肉真好吃 一口咬下去满口生香 香气四溢 很快 鸡肉月就将手中的鸡肉吃了个干净 好了 既然你睡神弄里 我却没守着 你困了的话 就先睡觉吧 说完 龙千车拿起剑 起身走了出去 看到龙千车走出去 鸡肉月也不理他 因为自己的确已经很困了 他走到干草前 直接躺了上去 开始睡觉 很快 云若月便睡着了 最开始入睡时 他还没感觉到一丝冷意 等到半夜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身上好冷 但是他现在很困 于是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睡了一会儿 他突然觉得自己头疼得难受 身上也越来越冷 突然间 云若月打了个喷嚏 紧急着 他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少女 不好 你发烧了 好了 少女 你很冷是不是 你等一下 我去把火加大一天 少女 你感染了风寒 你不是大夫吗 你有药吗 有 有药 云若月说着 赶紧爬起身来 又在布包里找药 龙千车怕他摔倒 赶紧扶了他一把 接着 云若月从布包里拿出药 嗅着一些水 把药吞了下去 吃完药后 他又要往干草上倒 龙千车连忙说道 你等一下 这地上太凉了 我去多找点干草 来垫着 好了 我扶你躺下吧 说完 龙千车便把云若月扶着 让他躺到了软软的干草堆上 看到云若月生病 龙千车也不敢懈怠 一直在旁边守着他 寸步不离地 观察着他的情况 连觉都不敢睡 渐渐地 云若月又睡着了 不同于之前 这一次 他的脸不再通红 身子也不再发抖 睡眼变得很平静 这一下 龙千车那颗悬着的心 才落了下来 他看向云若月 发现他的样子十分甜静 这种甜静 给他一种如沐春风 人卷人疏的安宁感 和他在一起 仿佛自己的心情都会变好 一日一早 当一束阳光从洞外射进来 照到云若月的脸上时 他才缓缓醒来 云若月赶紧坐起身来 在洞里扫射了一圈 却并没有看到龙千车 龙千车人呢 难道他丢下我跑了 会吧 这愣神间 云若月听到了龙千车的声音 他抬眼一看 就看到龙千车 拿着一条烤好的鱼 走了进来 你醒了 哦 你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好一点 感觉好多了 昨晚 谢谢你照顾 没事 你身子虚 要多吃点肉 补身子 所以啊 我在河里捞着几条鱼 尽口着 来 你先吃吧 其实你没必要对我这么好 就算你对我再好 我还是很恨你 我知道 不过你放心 我对你好 并不是因为其他 只是因为你是圣女 你身上肩负着救国的责任 所以啊 你不能有事 救国的责任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想让我做的事 到底是什么事 都这个时候了 我也不必再瞒你 我们国家 有一座地下宫殿 里面装满了宝物 但这个宫殿 每个一百年 才能打开一次 而且只有圣女 才能打开 如今 我们的百姓很困苦 他们需要圣女 打开宫殿 拿出宝物 来改善生活 还有一个月 就是打开宫殿的日子 一旦错过这个时间 就要再等一百年 所以 你对雪月果来说 很重要 只有我才能打开宫殿 真是奇怪 我怎么打开 我又没有钥匙 这个你不用担心 等你跟我去了雪月果后 你往最有办法 可是 万一我打不开呢 这是未知的事 现在担心也没用 你现在 先不要想这些 先填毛肚子再刷 来 是吗 今天依然没有大风 我们无法赶路 这样 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我出去看看 有没有其他小路 等一下 难道一直没有风 我们就一直在这里吗 你就不能送我回去 我说过 你不要再想回去这件事情了 从今以后 你永远都回不去了 可恶 云若月气得怒吓一声 他恨恨的捏紧拳头 真想杀了龙千车 他咬了咬牙后 决定去外面的小斜边洗把脸 等他走出山洞时 龙千车早就不见了 远处雾雾沉沉 你永远都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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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云若月洗得很投入时 深潭里突然闹出来一个又粗又长的黑影 此刻 那黑眼正睁着一双三角形的眼睛 愿毒地看着他 样子阴冷诡计 云若月正洗着脸 突然发现自己的一团黑眼给笼罩住 他赶紧抬头一看 便看到一条顽口大的巨蟒 正毒辣地冰着他 吐着蛇蜃子 龙千车 你在哪里 有剑脑 你快来 可惜龙千车并没有来 这时 那条巨蟒睁着一双毒辣的眼睛 朝云若月分离地游动了过来 他仿佛好久没有看到 猎物的恶魔一般 样子既兴奋又即可 云若月还没跑几步 那巨蟒就爬了过来 一把将他卷进了身体里 救命 救命 这时 龙千车正从森林里探路回来 才走到山洞附近 他就听到了云若月的尖叫声 龙千车脸色一惊 赶紧朝前面掠了过去 才跌到前方 他就看到云若月正被一条巨蟒 捡到了半空中 而那巨蟒的身子 正在慢慢收紧 仿佛要将云若月的腰给剪断 圣女 我来救你 龙千车急得大叫一声 赶紧拿出黑丝带 把眼睛蒙住 接着 他刷地拔出手中的宝剑 朝那条巨蟒急驰而去 接着 他仰起剑 就朝巨蟒的方向刺了过去 龙千车的剑 一刺进巨蟒的身体 巨蟒就发出了可怕的嘶嘶声 他的身体被砍伤后 整个身子变在地上 疯狂地摇晃起来 龙千车接连几箭 砍向了那条巨蟒的尾巴 巨蟒一吃痛 疏得松开身子 云若月顺势滚到了地上 听到巨蟒放开了云若月 龙千车立即松了一口气 突然 那巨蟒见龙千车忙着眼睛 便仰起头 猛地袭向了他 巨蟒的攻势又狠又猛 龙千车一时不察 被他重重回到了地上 此时 龙千车的身子砸到地上 难受得吐出一口鲜血 云若月健壮 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大声喊道 龙千车 你小心 龙千车擦了一把嘴角的鲜血后 迅速站起来 继续听声变味 找巨蟒的位置 可是这条巨蟒极其阴险 力气又大 他见龙千车看不见 便迅速游动到他的身后 用尾巴重重地朝龙千车砸了过去 龙千车才察觉到他的方位 巨蟒已经如暴风般一回 又把龙千车挥到了一棵大树上 我 这一次 龙千车又吐出一口鲜血 并且难受地咳嗽了两声 龙千车 你为什么要蒙着眼睛 你快把布条拿开 拿开啊 他们身上有血 我 我晕血 什么 云若月精的 嘴巴可以塞下了一个大鸡蛋 原来龙千车竟然晕血 怪不得他不看自己受伤的手臂 杀人时还有蒙眼睛 怪不得那次他在黎王府救自己时 只是看了一眼肩膀上的伤口 就当场晕倒了 龙千车是一个练武的舞者 竟然会晕血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小心 巨蟒朝你的东南方下完了 龙千车点头后 一个咬牙爬了起来 持起剑便朝巨蟒刺了过去 云若月剑状连忙提醒他巨蟒的方向 有了云若月的帮忙 龙千车的剑快转狠地刺向了巨蟒的腹部 把他的腹部划出了一道道大口子 巨蟒的肚子被龙千车划了很多剑后 很不服气 他奋力一夜 越到了龙千车面前 一把咬住了龙千车的火壁 云若月剑状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 但他告诉自己 越是危险的时候越不能紧张 他一定要镇定 一定要想办法救龙千车 突然他想起了自己系统空间里的电机器 云若月已经很久没用电机器了 他都快忘记了电机器的存在 想到这里 云若月神势一动 就把电机器电到了手中 然后他拽紧电机器 冷静地跑向那条巨蟒 趁着巨蟒正在咬龙千车时 猛地将电机器对准他的眼睛 暗动了开关 只听嘶嘶嘶的一串电流声响起 那巨蟒就立刻痛苦地摇晃了起来 就在他的大嘴要咬住云若月时 龙千车猛地将宝剑砍向了巨蟒的头 只听唰的一声 巨蟒的头被他一箭砍断 掉在了地上 很快 那与舌头连接的地方 突然标出了一大股鲜血 鲜血一下子喷射到了龙千车的黑丝带上 龙千车觉得恶心 赶紧将带子扯了下来 他一睁眼便看到了满地的鲜血 顿时眼前一黑 晕倒在了地上 龙千车 看到龙千车晕倒 云若月赶紧跑过去扶他 没想到龙千车看到血又晕倒了 幸好那蛇已经死了 要不然他们都完了